点进网站跳出红色页面 上面写的都是英文 还夹杂许多网址 这个奇怪的网页 竟然是鸿海集团旗下 半导体设备大厂经顶的官网 16号遭到骇客入侵 自然专家就说 这次的事件是属于勒索攻击 看看网页上的文字就能够清楚知道 最上面写的这一行 Your data is stolen and encrypted 直接说明了公司的资料 遭到窃取并且加密 后面甚至还说 集团拿下了客户的资料 如果经顶不付钱 那么客户的个人资料 都会被公开在网路上 甚至流入暗网 骇客更警告员工 如果管理阶层不跟骇客联系 那么会摧毁所有资料 而且都不能恢复 恐怕会让员工失去工作 到底这个骇客是从 内部的方式 透过钓鱼的方式 或是他是从外部 找到漏洞来做攻击 这两种都可能 有没有变成技术就蛮重要的 遭到勒索攻击 到底该怎么办 资安达人直说 不应该跟骇客妥协 也不要支付赎金 根据过去的案例 即使付了大笔费用 可能还是无法复原资料 甚至变相让骇客更加猖獗 继续寻找攻击的目标 因此强化资安防御能力 还是最重要 至今顶也发出众讯 表示已经启动防御复原作业 目前网站已经恢复 初步评估对公司运作 没有太大的影响 后续会持续提升安全管控 避免同样的状况再发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